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林方暖 新闻一开始在您关心的是 凯米台风逐渐远离 但是外围环流影响 台中7月25号深夜到今天上午 豪大雨不断造成多处积淹水 其中杀戮区最为严重 影响60多户 市长卢秀燕也赶紧到现场勘灾 盼相关单位其力解决地方淹水问题 把家居垫高 就怕被水淹杀入中山路673巷 每逢好雨必淹居民毫无奈 只要一逢下雨就淹起来 这次是最大的啦 之前就淹应该还没有淹到膝盖 整个后面都淹了 整个后面你把它淹不淹 地板还有水喔 地板还有水喔 小心 屋内还有积水 凯米台风虽然早已出海远离 但外围环流及西南风旺盛水汽 造成台中海线地区夺出淹水 下路区出沽六十几户成了受灾户 深夜里长也赶紧巡视 昨天将近中山路以西所有的巷子 全部都淹水 所以我们昨天也搞到半夜 一点多水位才退去 所以里民遭受这种淹水的困扰 已经很久了 每逢强降雨它就淹水 这个地方就是两侧都比较高 后面是由五福郡去排水 我也到后面的五福郡去看 整个都是满水位 所以这边的水泄是泄泄不凉 所以造成整个倒灌 造成排水不凉而淹水 市长卢秀燕接获通报 一早安排勘灾 要来解决当地淹水问题 昨天晚上大概午夜的时候呢 原来我们台中市在午夜之前 是都没有淹水一户都没有 过去这三天一户都没有 那昨天因为这个外围环流 那它下的比较多一点呢 所以台中市29个行政区里面 有三个行政区有受到影响 这三个行政区主要是 西屯有一户 那清水地区有这个二十几户 另外我们的杀戮地区 初步看起来六十几户 水利局人员拿着地图 与市长说明现况 杀戮这六十几户排水状况 除了水利局之外 还涉及了农业部以及交通部 因此市长请水利局负责 邀三个单位会刊解决地方 沿水难题 目前看起来初步判断是 一时雨下的快 那导致因为如果是 基本有一些太大工程问题的话 它应该是积水不退 可是现在来看 这八十几户都已经退掉了 都退掉了 那所以看起来 有可能是雨稍微大一点 不过呢 我们也要预防就 未来可能也有可能雨会像这么大 所以呢也许工程再加点 以杀戮地区来讲的话 我们三个地区来会刊 一起讨论 怎么再加深一点点 加做一点的话 那到时候这个 比较不会造成 就是雨大会淹水这个情形 雨势陆陆续续 是否担心在下豪大雨 提醒地势低蛙的住户 可以到各区公所领取沙包 守护家园 防范未来 iances 葱 tint 别免 eniz 你们 标 汇